而除了原民会推动执行的业务政策大纲 针对了攸关光复乡地方部落的建设发展 尤其是众所瞩目的太巴朗祭司广场 后期建设以及马泰安部落风雨计划的推动执行 主委一将拔鲁尔是亲自备妥了简报的内容 向所有的部落族人来报告 主委一将拔鲁尔在乡长林青水的带领下 终于和全场与会的部落头目意见领袖 以及各村村长向代表们碰拳打招呼 原民会巡回全台办理71场次的原住民政策座谈会 最后倒数第二场也正式开始 对整个关务乡部落建设也好 还有整个主要的建设也好都很大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以鼓掌方式 来接近我们的建设我们的原民会的长官都有帮忙 原民会教文处副处长邱文龙 针对了备受族人关注的七大议题 包含原住民保留地、公共设施新办、族语推广、 经济建设发展、法规制度、文化政策、住宅政策、 文件站设置以及教育政策、图文并茂 向大家说明 很多几乎都是结合该部落的文件站周边 老人家到文件站的时候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爱部落的无线上网 除了各项政策推动执行成果的说明 亲自主持的主委一将巴洛尔也透过现场问答方式 请听族人心声 快速且有效地回应族人提出的各项问题 我知道还有一些是 因为他们的公共设施还没有完备的部分 我们希望透过教会跟私人的住宅 先借用之后 我们会逐步来解决他们公共设施的部分 这些包括我知道像大马部落的话 大马村 它现在只有一个文件站 我们觉得这样不够 所以我们会让人数比较多的这些部落人 我们会考虑再增加一个或是两个文件站 这个部分我们都列入考虑 光复乡从105年起 至今总共成立了10个部落文件站 在推动执行5年多来 也面临部落村里公共空间设施不足 使得服务人数有限 而部分沿用教会民间团体空间来取代 但又不符法规等问题 地方也提出暂止条件放宽等建议 主委一将巴鲁尔也很重视 并表示已经进行相关的了解 明年度也会做些微调 或者是制定相关的管道措施来应应解决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